各位亲爱的同胞家人们大家好 现在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探讨道是什么 很多人也许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重要吗 我觉得我去赚钱比较重要 我觉得我在乎的是怎么样升官发财 这个才重要啊 这个道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重要吗 我要花时间探讨这方面吗 值得吗 我想很多不了解的人会有这些问题 这是很自然很正常 但我想让大家了解一点就是 今天大家所要探讨的这个道 这是您用整个罐罐家财也不一定换得到的 你用整个江山也不一定换得到的 因为道的价值绝对超过您所热衷追逐的一切 我举几个例子来讲 我举几个例子来讲 像孔子宝学多文能言善辩 孔子到处春风化雨有娇无泪 所以她的德行让后代的侦子孔子敬佩她 当然孔子他的所作所为值得我们学习感恩 但是孔子在他整个的言论里面 他却谈到一句让他真正安心自在的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 朝闻道细死可也 你看 并不是说我当了大官之后我死就无憾 我第一天当大官隔天死掉 这个他还是不甘心 我成为很有名的人 你马上死掉 他也不甘心 但是孔子就很坦白地讲 只要朝闻道 我真的能够听闻道道 了解到道是什么 就算晚上死掉 可以 安心自在 这就是一代的伟人圣贤 他内心里面最注重的 就是如何真的了解到道是什么 而能够真正安心自在 这是真实的 如果你这个核心没有扣住 没有化解 没有解决的话 那世间再高的掌声 再高的权位灵力 再多的金颖财宝 都没办法让你真正的安心自在 而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就是 孔子他所最重视的 那个生命的核心 大 大是什么 再 我们再看看 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始皇 统一六国之后 你看 集天下之大权 这时候在地球上算是最有权势的人 但是秦始皇当了皇帝之后 他内心里面最在乎的是什么 长生不老 也就是说他内心里面 想要解决的是真正生死大事 而大就在告诉你 生死大事 再来像历史上的 所有那些君王 当他成为一国之君 成为帝王 他内心里面 最想渴望解决的 就是 怎么样能够来到 了悟生死大事 能够让生命 长生不老 或是 让他能够真正安心自在 这就是让大家了解 所有众生 你一生打拼奋斗 打拼奋斗 到最后 你最在乎的 就是生死大事 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解决的话 不管你有再高的成就 不管你有再多的金钱 你不会真正安心 你会觉得 我拥有很多的 荣华户贵 拥有很多的金银财宝 但是内心还是空虚 包括 二十世纪 被称为最伟大的科学家 最有名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 当然是这样 他算是 二十世纪 科学的奇才 他的发现 他的相对论 震撼整个的科学界 但是要知道 爱因斯坦 他还是一样 有很多 他没办法解开的问题 包括后来 又继续发展出来的 量子物理 爱因斯坦 面对这方面 他就 没办法 而且很多方面 他还不太愿意去 面对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这个量子物理 他已经是 超越一般科学的限量定义的 他已经是逐渐的接近 哲学 寻寻了 那爱因斯坦 总是想用数学化 科学化 来计算 来掌控 但他到后来 他觉得不行 很多还是没办法解决 然后他成为科学界 很有名的人 但是听说他晚年还是一样 不得不要去 重视有关于 悬之又悬的大问题 包括生命的生死大事 一样 他科学界方面 他有很大的成就 但是内心还是苦 不安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 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 就是所有众生 他最深的问题 所有的人 最深的 生命里面最深的问题 而且是最重要的问题 只是你从什么时候 才会开始要探讨 开始要了解 如果你越早探讨 越早了解的话 那你会越早 安心自在 快乐逍遥 当你快乐 安心自在的时候 了解生命实相的时候 这时候 你整个的生命品质 不一样 你会大大的升华上来 那不是去追隐足利 这时候你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像孔子所讲的 灵力与我如浮雨 但绝对不会消极悲观 他一样 周永略国 跟众生来春风伴 颠沛流离也无所谓 他就是无所求的 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 来利益一切众生 最重要是因为他内心 他已经了解生死大事 安心自在 所以他能够很洒脱 很操然的 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 来利益一切众生 而不是在那里 争灵夺利 勾心斗角 已经不是那种层次了 所以当你了解道 了解生死大事之后 我们整个生命品质 都会大大提升 会开启很高的智慧 那这方面呢 这是每个人 你的生命本质里面 你的潜伏心态里面 你都会想要了解的 你迟早一定会要去 化解这方面的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就 透过这样的书生因缘 就来跟大家 分享道是什么 那讲这样 有没有勾引起 你们强烈的求知欲养 好 前面我先透过经文 来跟大家 做一些解析 然后后面我们再 透过幻灵片 来跟大家进一步分享 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 道是什么 我们这一节会 跟大家分享 道是什么 让大家更清楚了解 道在哪里 道是什么 道在哪里 那下一节 我们会跟大家 进一步来分享 道跟我们的生命 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了解的东西 跟我们生命 没有关系的话 那可有可无 下一节我们会再 跟大家进一步探讨 道跟我们 每一个人的生命 有什么密切关系 好 现在 请大家看 第四章 道充 来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一笔的生意 道 这是老子在解释 道是什么 像他都很清楚 很具体的解析出来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老子他所看到的是 真正的道 真正的实相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方面 你不可能讲出 这么的清楚 这么的具体 老子就说了 道 充就是空虚的 但是呢 当他发挥作用的 却是无穷无尽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东西 但是当他发挥作用的时候 却是无穷无尽 渊息是万物之中 哇 老子看到 这个道啊 太深奥了 太渊火了 然后他观察到 所有的万物都从那里 生出来 所有的日月星辰 所有的银河系 都从那里 诞生出来 很厉害 两千五百多年前 老子竟然能够看到 万物 那个诞生的那个源头 太厉害 他透过什么 你用现在的最高倍的望远镜 包括哈勃太空望远镜 你还是 看不到 还是找不到 但是竟然 两千五百八十几年前 老子他就能够看到 哇 这个道 它竟然是万物的源头 这个宗 这是祖宗源头 战兮事或存 然后这个道呢 我要进一步清楚地看它到底 长得像什么模样 有没有长得像空海这样 丑丑的 不好看 不是不够算 但是我要看 我看不清楚 事有若无 好像存在 但是我走路里面 又好像没有 他觉得太大五秒 所以绝对不是物质层次的 不是说你一定要可以量化 粒子化 你一定要可以显像数字化 我能够检验我才相信 不是这样 因为那个层次早就超越物质的层次 而老子看到的是 所有物质竟然是从那里面演化出来 所以老子就说 无不知谁之子啊 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要进一步去探讨 那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把你生出来 能不能再找到那个道之前的源头 你的母亲是谁 我能不能找到 老子说 我找不到 无不知谁之子 因为我看不到这个道 还有什么其他来生出它出来 也就是说 他看到的是 他就是法罗如斯本然存在 他不是某个另外的一个神 或是上帝把他创造出来 不是 而是他看到 人类所看到 所讲的什么神什么上帝 老子看到的是 竟然都是从那个道演化出来 所以这就是他看得多深 所以老子就说 像帝之先 这个好像是在所有的天地 所有的太阳系 所有的天地 所有的银河系 形成之前 它就已经存在 而且老子还看到 反而这些银河系 太阳系 天地 全部都是从那里演化出来 深化出来 包括 别人认为什么仙 什么神 或是什么上帝 或是什么天王 老子看到的 都是从那个道演化出来 像帝之先 这就是老子看到的 那么的深 他竟然看到 道是那么的奥妙 他是万有所有的总源头 那他要去找 那这个万有的总源头 到底你还有没有另外一个比你更厉害的源头 老子找不到 好 这就是老子对道的描述 这样讲 大家可以了解 等一等下 还会透过幻灵片 让大家更清楚了解 再请大家看第六章 因为那个万有的总源头 他本来就没有名称 所以老子那时候 他用百般设法要去形容他 用不同的名称 在形容他 所以最初并没有统一 所以在第六章这里 老子就把那个万有的总源头 前面第一章称为道 然后这里 老子就把它称为古神 同样就是讲 那个万有的总源头 老子看到 这个古神 这个道 他竟然是 没有所谓的死亡 没有所谓的小命 你看哦 他看得多生 看到不生不寐 没有所谓的那种寐亡死亡 他已经看到什么叫做不死 而且还看到四位悬聘 悬聘 这个就是 用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就像女性 母性会生育 会生小孩 那这个悬聘意思就是说 看到宇宙的这个本体 它却不断地从那个本体里面 它却会生出现象界的一切出来 佛家讲空中生妙有 佛家把这个宇宙的本体称为空 老子所讲那个玄之又玄 佛家把它称为空 中国的鲁家把它称为无极 那因为它绝对不是物质层次的这一种 大家可以摸得到 可以量化 可以测得到 不是这样 但它又不是不存在 老子看到这个宇宙的本体 它却能够不断地生出日月形成 不断地生出太阳系 星云银河系 这就是玄品 玄品之门是为天地根 如果以大家比较容易了解的 它这个玄品就是描述 像那个女性的生殖器官 它能够生出小孩 生出东西出来 那如果以天文来讲的话 天文界有提到黑洞跟白洞 你们有没有听过 黑洞它有强大的吸引力 如果这些星辰进入黑洞的范围里面的话 它的吸力范围里面的话 然后就会逐渐地被吸住 吸住到黑洞里面 然后这个星辰它就会消失 那星辰消失 比如说一个星系它消失 那消失变成什么 变成能源 这就是科学界所讲的 职能互换 物质星辰它消失的时候 另一方面它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所以要知道 如果说这边看到的是黑洞 这边的人看到的是 这个是一个黑洞 然后它会把湾路吸进去 吸进去之后 然后湾路会在这个黑洞里面消失掉 消失掉之后 跑到哪里 这边的人看到的是白洞 这边的人看到的是不断地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出来 就像我们把木材送入那个炉灶里面来烧 黑洞它就像废物的回收站 一个大熔炉 把那些老旧的要回收的把它吸过来 然后在家里把它融化之后 然后转换成能量出来 又散播在无尽的虚空中 这个完全都是现在天文界可以理解的 有黑洞 但不要忘了 同时就会有白洞的存在 所以有星球的死亡 就会有另一边大量能量的释放 所以当另一边能量的释放出来 你有能源有能量 它又会因缘形成的时候 又会逐渐地从能量转为物质化出来 极尾的粒子就会出来 然后极尾的粒子又会慢慢形成星云 星云又会逐渐形成太阳系 所以这里所讲的那个玄聘之门 我们可以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像一边是黑洞 另一边是白洞 而这个白洞它是释放能量 而这个能量它又不断地演化出 幻物出来 这就是玄聘之门是为天地根 然后老子看到 哇 这个道太奥妙了 它竟然能够不断地演化出 那些日月形成出来 绵绵若纯 用之不勤 它竟然不是说像母鸡生了几个蛋之后 然后就不生蛋 或是像人类生了几胎之后 然后就不生 老子看到的是 竟然是不断地在演化 在生育 在演化出来 绵绵若纯 它竟然是继续不断 生生不息 用之不勤 事实上这个字用记 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也就是说竟然是 不管在制造再多的银河系 在制造再多的银河 那么能源总是供应不断 能源不断 原料不断 所以它一直在演化 演化 生化 各种日月形成出来 这就是导致看到 大竟然这么多奥妙 如果你们听不懂 那是宫海的责任 请大家再看25章 先把道本体 让大家清楚了解 不然你没有扣出那个核心的话 你研究整个道德经 但是你还很多情况都还是很模糊 25章 有物浑尘 先天地生 吉兮辽兮 独立而不改 周兴而不断 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灵 智之曰道 强为之灵曰大 大曰是 是曰圆 圆曰凡 我很佩服老子就是 因为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 我一样不断地去求证求证 而且也都不断地用现代的天文 科学 物理方面来验证 到底你讲的正确性到什么情况 到什么层次 那科学界 顶尖的那些科学界 因为我二三十年前 就都已经不断地在收集 那时候顶尖科学界 他们说进展的程度 包括你现在发现到什么 我那时候都已经在注意在收集 然后十几年前又不断地在对比 对比 当我对比之后发现 老子太厉害 竟然到现在最顶尖的科学 都还没办法突破它 而且只有逐渐地接近 逐渐地在正硬 就好像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 隔很久之后 后面的科学家才慢慢去印证正硬 但是当印证正硬之后 没多久科学家又提出比爱因斯坦看得更高深的量 这样子物理 玄的物理 现在又进一步来到五无的物理 当我看到五无的物理 更佩服老子太厉害了 两千六百元钱就能够讲出五无的世界 五无的奥妙 好 那这里他就提到 有物浑层 先天地生 这个物它只是一个形容 绝对不是物质 有这样的东西也就是道 这个道宇宙本体它是浑然天成的 它是本来就存在的 它是天一切处 先天地生 在所有太阳系 所有银河系还没有之前 大家了解这一点 老子竟然看到在所有的银河系 所有的太阳系还没有产生之前 这个道就已经存在了 这个宇宙本体就已经存在了 极兮以辽兮 那这个宇宙本体呢 佛家把它称为空 那佛家把它称为无极 老子看到就是 是这样的无形无相 无形无相无生 这就是极兮辽兮 这种描述都是非常的具体而深入 那这个也就是现在科学界 所认为的那个五的世界的那个五 但是老子看到它绝对不是完空 绝对不是空无一物 竟然是这个空到这个无的世界里面 它是化欲万物的 而这个宇宙本体呢 它是独立而不改 从以前到现在 大家要了解哦 老子所看到的是超越时空的去看到 超越时空去看到宇宙的实相 独立而不改 现象界的一切在怎么生命变化 包括地球上在怎么改朝万代 哎 这个道 它就是化欲如是存在 没有改变 而且呢 周形而不代 它又是不断地在孕育患物 运行患物 从来也没有喊恋 也没有打瞌睡 也没有懈怠 你们如果听课有打瞌睡的 要反省啊 但是反省还是要 反省到我身上来了 因为如果你们来听课 你们听这个课有打瞌睡 那是我的责任啊 好 老子看到说 它这个宇宙本体 竟然可以为天下母 这个母是一个形容啊 这是一个源头 它基本上是化欲万物的源头 老子所讲的天下 记得不是光是这个地球啊 这个天地讲的就是银河系 太阳系 现象界的一切在 老子说 我看到那样的东西的存在 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因为从来也没有人跟我讲它什么名字 我问它 它也没有告诉我什么名字 所以无不知其名 字之约道 只好勉强把它写下来 勉强把它标个名称 贴个名称 叫做道 强为之名 约道 很勉强的来跟大家形容 那是非常大非常大 因为没有这样形容 你们又觉得好像很模糊 好像我在讲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但老子觉得那是真实的存在啊 它确实是有 但是你叫我 就像抓一只鸟给你看 我没有很具体的抓出来啊 就算我抓出来 那你看我手上 我说我抓个道在这里给你看 你看到吗 你看不到啊 但确实我在手上就有了 如果你真的了解道是什么 了解无疾是什么 了解空是什么 真的 你的手 你的身体 你的肢体 全部都浸泡在道里边 所以老子就讲 真的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名称 所以我只要勉强把它贴个标签 让大家比较好了解 比较好沟通 好 那你看 同样这个演化万物的这个本体呢 那它本来没有名称 那这样我们用什么名称来称呼它 可不可以 如果我把它称为无疾 可以啊 那佛家把它称为空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不能说 你讲的空 跟他们讲的道不一样 你们应该去打一架 看谁赢 那就是见证 你没有了解实相的时候 就会觉得 我们讲的空 比你们还更高 还更大 你没有看到实相 才会在那里见证 然后认为我们的财最好 最高最大 你没有看到实相 你就会觉得 我们的上帝跟你们的真主不一样 我们上帝长得像什么样子 老子说 真正的那个宇宙的这个源头 它是无形无相 它不是某个特定的形象 这就是他看到的实相 然后看到的所有宗教的最终 所要追求的那个总源头 老子竟然看得那么清楚 所以在老子的世界里面 没有所谓的宗教冲突 宗教战争 因为他看到 你讲的空 对 这是我所描述的道 你讲的无极 对 不错 就是我所讲的道 你讲的上帝 他讲的真主 都 对 都没错 因为我们名称不一样而已 就像这个东西 你贴上不同名称而已 但是我们所指的 却都是相同的那个东西 相同的内容 只要你有看到真正相同的东西内容 那名称不一样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所以如果你没有去看到那个源头的话 你就会在那里见证不断 而且在那里排斥别人 如果你有看到那个竟然所指的是相同的源头 这时候你真的会不会跟众生在那里计较见证 所以你会看到原来所有众生都在找寻那个所有万物的这种源头 这就是孔子所讲的 朝闻道细时刻意 他终于可以了解到道是什么 万物的源头 包括我孔子生命的源头 来自哪里 终于了悟生死大事 当你真的了悟生死大事的话 你就会安心自在 而且了悟生死大事 你会了悟到不生不死 这个很深 以后我们还会陆续来跟大家分享 好 现在透过幻灯片来跟大家进一步分享 《道德经》的四十二章 来我们把这一段经文第一段我们看一遍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 《互因而抱羊》 《充气以为和》 这就是完全不用宗教信仰 完全没有迷信 用合乎科学又超越科学的简短方式 把宇宙万物的演化过程 很精简很具体的把它描述出来 高人出招 就是这么的精简精准有力 所以我很配偶老子就是这样 好 老子所讲 这个《道》 宇宙的本体 《道生一》 从这个宇宙的本体它会演化出万物出来 从空无里面它含有巨大的能量 这个巨大的能量 它会慢慢地形成极小的粒子 微粒 这个微小的粒子就是科学界天文学家 所一直在探讨宇宙最初的组成粒子是什么 现在追讨到所谓的大强子 但是当追讨到大强子的时候 却发现科学界不小心掉入了空无的世界里面 以前的什么 什么子子 中子 粒子 这个都已经是过去的 然后再进入到夸克 夸克又已经过去了 又进入到大强子 而这个大强子科学界设法又再去探讨 来自哪里 后面竟然触到空 触到骨 这个就是《易经》里面所描述的无极 白的部分 这个就好像无极里面有这个白洞 它会不断地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演化万物 那真正的无极就是背后的这个本体 那从无极里面它会慢慢地形成微小的粒子出来 那微小的粒子出来 来 这个又很奥妙 等一下我们会让大家看 科学家他们发现 从骨的世界里面粒子产生的时候 竟然是阴阳两颗极尾的粒子呢 一阴一阳同时产生 你看这就是《易经》里面所讲的太极产生 那太极产生呢 阴阳出来 好 那这一张是让我们了解 背后的那个整个的蓝色的部分 这就像宇宙的本体 那是无极 背后这是无极 那最上面这个圆 这就是所谓的太极 太极出来了 然后太极出来之后 然后又会两颐四项八卦 再十六 三十二 六十四 这样一直地演化分裂 那背后呢 物质现象微小的粒子 微成极尾的粒子产生 要知道 背后就是从宇宙本体的巨大能量 转换过来 所以 这个生生不息 就是这样演化出来 所以《易经》讲的就是宇宙的 从无极演化太极 然后演化幻子 这是《易经》 所以很多人看这个八卦 变成在那里讲八卦新闻 讲那些是是非非 不对啦 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的浅 而且呢 这个八卦大家要仔细去看 如果你没有仔细去看的话 你只是把它变成好像在那里算命补卦 那这个真的好像是用黄金来做马桶 用钻石来做马桶 《易经》八卦很深 大家仔细看 我这个都有把它标出来 竟然八卦讲的就是 天地父母在化育万物 那天地是透过什么 天地 然后还有风 雷 水 火 山 海 这就是整个大自然在化育万物的素材 所谓的老子所讲的天地是这个 在道家里面 鲁家里面 你常常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八卦的象征 如果你没有深度去了解的话 你觉得这个没什么 好像只是一个图腾而已 这个没什么 但是要知道 这就是很有智慧的老祖宗 把整个宇宙万物形成的过程 包括那个源头 很有智慧的老祖宗 透过一些很简单的图像 把它呈现出来 最难说最难讲很深的那一部分 老祖宗透过一些方便法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体会到 如果我们只是走马探望的看看 观光客的这样看看 这个里面长青苔 你们这里面很懈怠 都没有打扫 这个没什么 太可惜了 这是保留 这是在帮我们开启智慧 这是在帮我们了解 宇宙的演化跟万物是怎么来的 也在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共同体 好 这一节先讲到这里 休息之后 我们再来透过天文物理 来让大家了解 大是什么 怎样演化万物 好 谢谢